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中華民國112年的4月4日 那我們今天再來記錄這一顆枇杷 現在枇杷的這個鮮燒土的非常的漂亮 這顆枇杷是石森苗種子的枇杷 前一陣子被那個牙蟲危害的非常的嚴重 啃的真的是 前面的影片就可以參考 大家可以參考前面的影片 這裡有 這裡還有 這個就是當初 我比較少經過新園區 我把這個葉子剪下來給各位看 這是當初的牙蟲的樣子 後來有用一個東西 我剛剛是經過這一顆枇杷 我跟園丁老弟說 抽的新燒的葉子 你看 很漂亮 很健康 很漂亮 然後呢 在前幾個紀錄的影片裡面 就可以看到像類似這個 你看 後面 滿滿的全部都是牙蟲 那這應該都是牙蟲的屍體 已經死掉了 圓丁老弟好像用了那個什麼 辣椒水 市面上 市售的辣椒水 市售的 圓丁老哥 我也follow了圓丁老弟去買了一瓶 結果發現對牙蟲效果還不錯 可是對那一種棉絮藉殼蟲 好像不太有長時間的那一種效果 所以這個我還要再觀察 但是呢 在後續我還記得圓丁老弟有分享說 季節到了之後有什麼東西出現了 瓢蟲出現 瓢蟲啊 所以今天再經過之後 我特地停下來之後 我跟圓丁老弟說 再記錄一下現況 今天是4月4號 目前 琵琶樹抽了新燒的狀態 實拍 不騙你 超乾淨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牙蟲不見了 就兩個 可能是瓢蟲的關係 可能是黃金的那個什麼 辣椒水 季節也有關係了 或者是季節 那目前來的這些新燒 就繼續 那圓丁老弟的那個選流 滋燒的方式 不得不給那個讚 看起來就很 很乾淨很俐落吧 這個還沒處理喔 這個再來我就是要用 再把它拉開一點 拉開一點 有沒有看到中間有個東西 中間這個嘉義的好朋友 分享的枝條 它叫做黃金琵琶 個頭不大 不過甜度非常的高 甜度非常的高 我把它架接上去了 到時候我們把它牽引 把這個枝條牽引往四周 剛好我們留了五個 五面 五面 然後中間再架接一個黃金琵琶 之後牽引完之後呢 會再做一個紀錄 然後中間的這個黃金琵琶 如果它未來有枝條的話 它就是一個取階稅的 一個取階稅的一個品種 取階稅的一個品種 還不錯的是那個琵琶是圓的 圓的 圓的 那我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等它如果再長高 再分支的話 中間那一支我再加接一個怪獸琵琶 哈哈 因為這類想法 想法就只是想法 有些時候 會不會往那個方向走 就是繼續看下去吧 這個要落實 我想法 有時候就是時間到了 我就會去落實 那今天純粹 就看了這個 抽的新燒的琵琶 這個葉子 看起來很療癒有沒有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那就記錄分享給我們 醫店員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漂亮 真漂亮